嗨 大家好 我是金玉瑙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討論一件很嚴肅的事情 其實 我是一個抽菸成癮的人 誰叫你亂丟ND啊 好啦 其實我不會抽菸啦 不會抽還要演喔 好 可是今天呢 我們的主角不是我 而是我的好朋友 新鮮鎮魚 我是呂世軒 Trial Fresh 新鮮鎮魚 今天 我只是想講一個重點 就是 菸蒂不落地 沒錯 其實呢 我當初會知道呂世軒 是個非常討厭人家亂丟菸蒂的人 是因為有一次我在裝記憶卡的時候呢 不知道要裝哪 然後他就給我一個隨身煙灰缸 才知道他其實平常沒事呢 就會把煙灰缸送給別人 然後叫人家不要把菸蒂在地上 我有一個朋友曾經告訴我說 就是 菸蒂不要亂丟 因為 環境是沒有辦法分解這些垃圾的 我去日本的時候 注意到他們有抽煙的人 每個人身上都會有個集煙袋 所以我想我應該也可以從 喜歡聽我們的音樂的人開始 影響 影響他們 有這樣的一個習慣 所以我找了金晶畫了這個集煙袋 上面有我們 爲法Smash Rex的團員 然後也有金晶還有我們的logo 上面標明 煙蒂要放著喔 其實你在路上如果看到說有人抽完煙 然後煙蒂會把他自己收起來 你會覺得這個人真的很有責任感 有責任感 但是呢今天我們並不是來討論抽煙會不會抽煙這個問題 雖然我還是希望大家少抽煙啦 因為抽煙對身體其實不太好 沒有錯我們來討論的就是 煙蒂在台灣街道上所造成的問題 你在街上啊你看到抽煙的人 大概一半人都會亂丟煙蒂 根據統計台灣人每年就會抽掉 500億支煙 而隨地丟棄的就有 500億支煙 真的非常多 而且很多人都會覺得亂丟垃圾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但為什麼很多人都覺得丟煙蒂沒事呢 丟進排水孔 神態自若繼續往前走 你知道現在 那亂丟煙蒂要被罰5000塊 我知道 很多人以為把煙蒂丟到水溝裡面就可以解決問題 但其實不會 因為煙蒂還會堵住我們下水道的排水系統 也會流到大海 而且每個煙蒂呢其他都含有非常非常多的有毒物質 根據研究顯示 一公升的水裡面只要有一個煙蒂 它就可以把裡面的一條魚給堵死 哇那我新鮮尊與兄弟都不新鮮 除了污染海洋呢 其實某些鳥類他們也會把煙蒂拿來餵食用鳥 因為他們分不清楚到底什麼是煙蒂 什麼是食物 而且煙蒂也是一種塑膠需要十年以上才能被分解 我都不知道出幾張專輯咧 十張吧 這樣你就知道了 煙蒂是個多麼可怕的東西在污染我們的環境 化不掉咧 想要乖乖丟煙蒂卻常常找不到垃圾桶那怎麼辦呢 以下我們為各位統整了幾種解決方案 1.拿在手上直到看到垃圾桶再丟掉 2.塞在口袋或包包直到找到垃圾桶再丟掉 3.使用 Smash Rack想要大家煙蒂不落地 於是找晶晶聯名繪製的隨身煙灰帶 放進去等到垃圾桶再倒掉就可以咯 煙灰帶真的是個很方便的東西 因為它小小的可以直接放在包包或者是口袋裡面 而且包包或口袋裡面也不會有味道 沒錯大概可以塞十個煙蒂左右 十個吧 如果你本身沒有抽煙但是沒有很多抽煙 又不亂丟煙蒂的朋友 加借送禮的名義來改變他們丟煙蒂的習慣 那今天如果你是個愛抽煙的人呢 其實這個煙灰帶的使用年限非常的長 所以就算你今天成功戒煙了 你也可以把它傳承給你下一個朋友 改變他的習慣 好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朋友呢 歡迎在留言底下標註一個你愛丟煙蒂的朋友 並記得分享這支影片 我們將會衝出三位新人 把這個煙灰帶送給你那個愛丟煙蒂的朋友 不是送禮,送我朋友 我們都是魚 我是呂仕萱TrialFresh新鮮蒂魚 我是記憶力短暫 但是愛拍片愛幻幻還喜歡唱歌的今日呢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